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带您关心天下事 我是江玉凤欢迎收看走进台湾 美国一艘巡航舰昨天正式驶入了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之后 中方也立刻派出了两艘军舰随行警告 中美可以说正式在南海摆出了对阵的态势 双方标准动作接下来都一一发酵 我们看到中方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抗议 同时外交部跟国防部都警告美国不要挑衅 而美国则是强硬的回答说 依照国际法美方会继续在南海进行这样的常规动作 不过尽管双方似乎态度都很强势 但是外界也注意到彼此之间似乎是点到为止不愿意撕破脸 比如说中国外交部被问到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中方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是不回答预设问题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国会听证作证的时候 也不愿意仔细说明这是李海里巡航的整个细节 到底中美之间在对阵之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双方是表态之后就斗而不破呢 还是这个危机有可能升级 现场有两位来宾共同来解读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政治评论员唐湘龙 首先我们就来关心美国这个军舰 昨天进入了南海岛礁12海里之后呢 中美双方的有关人士各自的对外表态 卡特当天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 被问及美军舰巡航南海中国岛礁一事 他起初以含糊的说法试图回避 但是在议员的穷追猛打之下最终予以承认 我们有指法 personality yap意及在线举好处言 айте下 vag议和肾沉 行要方案 任何公司会任何単国伴 知道我们会尽线 owned suggere准备 这一切都被留意外 除确认拉森号 使用中国岛礁12海里范围 卡特没有透露 本次巡航的其他任何细节 但他重申 类似的行动必须继续进行 巡航一事引发中国政府的 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美方官员就认为 相关行动不应被视为挑衅 拉森号同一天 也使进菲律宾和越南 有主权争议的岛礁 美国国务院则进一步指出 美中关系至关重要 但美军也有权利和义务 维护航行自由 不希望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对两国关系构成负面影响 而在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张燕穗 27号傍晚召见 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张燕穗批评美军军舰的做法 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极不负责任 外交部则蹲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 又警告如果有关方面 一再在区内制造紧张 中方或者有必要 加强加快有关建设 崔天凯27号接受美国CNN专访 他批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虚伪 一方面要求别人 不要令地区局势军事化 一方面又频繁派军舰军机 去到当地 国防部也指责美方的做法 挑衅中国国家安全 美方的行为 令两军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 极易引发意外 做法非常不负责任 强调南海有宽阔的国际航道 但美军却特地绕道 进入中方驻守的岛礁 近岸水域 选要武力 是对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的滥用 我们来关心一下 昨天这起事件 根据美方公布的资料 美军的驱逐舰拉森号 是在菲律宾的西部海岸 直接往下走 走了大概72海里 在中国的美济礁 还有楚币礁舌海里附近进行巡航 但是美方却没有特别强调 针对中国 他们的说法是 这个路线是经过了菲律宾 跟越南深所主权岛礁的 12海里范围之内 感觉起来就是美方大张旗鼓 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似乎又要避开 跟中国的针锋相对 为什么 八个字 针而不打 斗而不破 是这一次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的关键所在 我先讲美国的立场 美国从2013年开始 它不断对于南海地区的形势发展 向东盟的国家提出了警告 那美国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是一石四鸟 就是说第一个 东盟国家你要不要选择靠边站 因为现在反正 日本 菲律宾跟澳洲 都已经表态支持美国这样做 那美国也希望东盟国家 你看到那我这次巡航了以后 你要不要表态 你要不要靠边站 那第二个美国一直在推 就是东盟国家这些主权伸索国 要不要跟我美军进行联合军援 已经讲了将近两年半 没有一个国家跟美国进行联合军援 所谓联合军援 包含文莱 包含马来西亚 包含泰国 包含越南 包含菲律宾 包含印尼 等这些国家在内 那居然就有两个国家 就跑去跟中国大陆进行联合军援 一个是马来西亚 在马六甲 另外一个是在泰国 在泰国湾 就是显罗湾 跟中国大陆进行军援 美国这样子一看的话 我如果我再不表态的话 必然会形成一个骨牌理论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 这个是第二时 那第三时呢 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要进入这些区域 换句话说 各位去看 他巡航的区域是在什么地方 都贴近菲律宾 那贴近菲律宾 这个是巴拉旺岛 这里 巴拉旺岛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通过 他说明了一件事情 因为他背靠着苏比克湾 克拉克空军基地 还有树雾基地 他这个未来是美国两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他既然他要巡视南海的话 对不起 他的基地就必须要整建 他基地他要整建 他绝对不会跑到西沙中沙 他为什么飞到南沙 因为贴近菲律宾 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只要那你支持我的话 我非但会整建基地 而且会帮你去压制中国大陆 这是他第三时 那第四时 石是石头的石 那第四时呢 就是美国趁这一次 巡护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 像美济礁 只是一个简单的布置 而楚壁礁这个地方 只有电子监听设备 那换句话说 他这次是来摸底 他要摸底就是说 你七个岛礁里面 你有多少个监听基地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国这一次他进入南海 各位去看美军网站 他都把航道都已经讲得 稍微讲得清楚一点 从日本经过太平洋 巴士海峡 然后一路进入南海 南海的七十二海底 就是菲律宾的路线 所以